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下一个话题 我们今天的下一个话题 是我先看一看 刚才王医生讲的太精彩了 我这会儿都有点激动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钟南山 那么钟南山这位院士 在2002年2003年的SARS时期 可以说是一名惊人 那么到新片来讲 17年这一次的武汉的肺炎发生之后 民众又把信任投给了钟南山 那么您觉得就钟南山这么多年来的一个表现 以及在2003年包括到今天的这个表现 您觉得他是值得信任的吗 钟南山在非典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就是当时说是职员体 那么职员体是有药可以治的 钟南山说我用了所有的药 包括能够治疗职员体和细菌都无效 所以我认为不是细菌也不是职员体 所以钟南山这个是就是说 他指向是病毒 最后证明是病毒 所以他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他而且钟南山最了不起的就是 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来 这句话永远回荡在我们心中 中国就需要这样敢担当的医生 但是钟南山同志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他年龄太大 八十多岁了 今天八十多岁的人 无论你是医生还是什么 你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你没有受过西方基本的医学实验学的教育 你没有受过这些教育 你没有对西方的医学的本质有很好的了解 所以才会随便开口 这是要我们认为是安全的 然后呢我们疗效还不清楚 你想想你认为是安全的疗效不清楚 第一个你说的安全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说的安全就是毒性小 对吧 我给你 你这个肾脏能够承担五个药的毒性 那么我给你吃的药只有两个药的毒性 所以你可以过得去 这是安全的概念 你就没有说这个安全的什么意思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另外钟南山对这个安全的概念 有没有像美国医生训练这样严谨 因为他八十多岁 他没有受过太好的太完美的医学教育 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这是没错 这第一个 第二句话就是疗效不清楚 疗效不清楚就给人用吗 什么时候说疗效我们不知道给你用 那就是做实验吗 那就是小孩子 你是老鼠吗 我说了吗 从小到大 从小老鼠 从小动物到大动物到灵长类 到人十个人 五个人 到八个人 十一百个人 就一步一步来 要花五到十年 你就今天就八千人 咱们就试一试 现在一万多人 你就咱们试一试 所以他没有 第一个他没有西方 这个医学严谨的这种 试验医学的训练 第二个他完全没有医学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知识 第三个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他已经被历史淘汰了 今天我要谈的话 如果是四十多岁的 三十多岁的 北京的上海的医生 他百分之百同意我 钟南山他已经 就是他的行为 已经被套到牢套里面 过去就这样听党的话 替党分担忧 他还继续替党分担忧 所以他已经被历史淘汰了 谢谢 谢谢 您这句话说得好 的确有时候呢 我们作为任何一个人 不管我们曾经在行业里 有多么光辉的形象 或者光辉的业绩 的确年龄的问题 会让人被自我淘汰 再一个您刚才提到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 他并没有接触过 真正的现代医疗的训练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那么在中国呢可以说 真正接受过真正的现代医疗的 这种理念的 以及农历方面的人 目前在中国的起始并不多 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实际上是在替钟南山 说几句好话 就是我认为他犯的错 不是他故意 而局限于他的知识 局限于他的能力 局限于周围的文化 我这时候说他不是故意 对我对 王广发的批评要比 对钟南山批评要多 因为王广发很年轻 你应该多学一点 谢谢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了 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最近呢 还有一批应急公关的科学家 那么最让人震惊的呢 是一位从美国 获得了医学博士的一位人士 他回到中国之后呢 他说呢 他可以在30分钟之内 就做出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药物 和测试等等 也有人提出了30天左右呢 就可以研发出来一个疫苗 来抗击这个武汉肺炎 那么首先我们想问 您觉得这是可能的吗 第一个就是 如果说疫苗的话 那是马后跑 对不对 马后跑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现在担心的 就是说有人说十几万病人 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 这个十几万病人怎么办 你说的疫苗是 这个人在没有感染的情况下 你给他打疫苗 然后他产生抗体 当这个武汉病毒进来的时候 然后这个武汉病毒 就不怎么起作用 所以今天真的疫苗 不是第一线医生真正关心的 就是据说有十几万 二十几万病人 这些病人怎么办 所以第一个 说疫苗 这个是和今天的状况 有点离疲 第二个 当然你有病毒了 你就可以处理疫苗了 对吧 你可以把它担疫苗 你减毒就好 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做到 就是说你减毒 减到什么样的程度 不对健康 你打到健康身体里面 不对健康人 引起这个其他的问题 这个全是问题 这个全是问题 说起来好像是减毒性 但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 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故事 美国的一个小的一个州 我忘了它叫哪个州 结果当地的人 听说疫苗会引起新生儿的自闭症 然后就站起来联合反对疫苗 就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要打疫苗 但是美国要求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那么这么多年来 美国的科学家在研究这个疫苗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疫苗有多少证据说明 它不会引起自明症 对吧 这是一个争论 其实是要对你的科学要求更高 就是你一定要报告我们真的 它的副作用 所以一定要有正作用 让它能够足够引起抗体 还不能够给好人带来其他的麻烦 这是很难 所以美国在做疫苗的时候 是很难很难很难做 到现在 在1月30号Sara告诉大家 在诊断方面 现在正在美国的这个实验室在做 希望能够诊断水平提高 但是没有去讲具体的 但是西方没有任何一个人 谈到这个疫苗很好做 现在赶快打疫苗 我讲的是冠状病毒疫苗 至少美国就是 至少美国就应该全都打 对不对 美国为什么这次大家特别恨 包括美国民众特别恨 就是美国1月6号就提出来 美国1月6号就提出来要派专家到中国去 那么实际上最重要的是 我也是通过这才明白 就是你在前面我们在后面 你有一万人 我们现在有七个人 也可能你有两万人的时候 我们就七十个人 所以你的这个整个情况怎么发展 它真正的这个疾病的 它发展的真正的规律 我们要知道我们好照顾我们后面 我们在后面 我们美国人 第二个就是我要到你那去拿你的那个病毒 来到我这来做成疫苗 然后给大家全打 这我们就没问题了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专家提出来说 我们现在手上有病毒了 我听说中国同意美国专家去了 马上就有病毒了 我们很快就延伸出来 所以根据我说的各种情况 做疫苗不是三年五年的事 其实就是像我们回过头来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喻 也就是刚才一开始节目当中您就提到过 那么从2003年中国发生了SARS 那么到今天17年来也没有研制出一个疫苗来 与此同时呢 当时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 中国卫生部的官员 当时我们知道卫生部的部长是由无疑所兼任 那么他就曾经说过 当时也成立了很多的课题组 有人就信誓旦旦的讲 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会研发出一款疫苗来打给所有的中国 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太对了 那个时候如果研发出非典的冠状病毒的疫苗 今天就不至于这样 因为它是它是变种 但是他们两个还是一个同根生 所以一定要一定会有 我相信一定会有40%左右的交叉 就是你打了非典的疫苗 在今天你可能有40%抵抗力 你说太对了 就是因为没有研发出来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能够研发出来 但是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 2003年的时候 就信誓旦旦的告诉民众 中国已经具备能够迅速在短短多长时间 研发出来一个关于SARS的疫苗 非典的这样的一个疫苗来保护全中国人 和保护全人类 当时呢 报纸 电视 方方面面都在大肆地这样去宣扬 但实际上呢 十七点没有 根本就没有 那么今天又在继续这样在侮辱我们 今天现在又在继续在侮辱我们说呢 被研发出来这样的一款疫苗 甚至在讲呢 说30天或者多长时间 中国又成立了多少个客体组 那么这是不是又一次的骗局呢 还是他们要宣传 用于宣传来稳定民心呢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我给你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美国人吸毒 然后就带动了墨西哥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犯罪 整个国家为美国服务 美国美国三亿人需要武汉肺炎冠状病毒的疫苗 你赶快造出来 我们美国马上买 马上买 让中国一下富起来 一天富起来 我们马上买 这样 都全是假话 全是假话 对不起 你的脸上好像涂了点东西 我吗 是不是 不知道 反正本来就找 不不不 我好像是涂了一个东西 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 有一位嘉宾叫李俊先生呢 也上线了 李俊 李俊先生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问我们的王医生吗 没有没有 我在席耳恭听 那个王医生说的非常好 王医生说的非常好 那个王医生刚才说的很多事情 也勾起我很多一些回忆和听过的故事 你说一说 很多的中国人都认为 那个活摘器官是个非常威严耸听的 甚至哗众取宠 妖言惑众的事情 是刻意给这个共产党政府抹黑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亲耳听闻的故事 这个事情还不是发生在 就是因为后来那个 一般大家听说过这个 所谓的这个活摘器官啊 是这个就是 1999年这个镇压法轮功以后 后来然后由这个法轮功练习者 主要揭露出来的 我听这个故事比 法轮功的学员后来揭露出来的事情 要早得多得多 1991年的时候 我当时在江苏的无锡工作 我的一个朋友 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跟我讲过一个让我当时听了以后毛骨悚然的事情 那具体的细节我就不描述了 他就是说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罐偷 一个罐就是盗窃犯 因为后来他涉案的经质巨大 在9090年代初的时候 大概90年 这样就被被枪毙了 就跟刚才王医生说的那样 在枪毙在刑场的时候 那些医生就开着这个救护车 就在这个刑场边上就等着 然后这个执行枪局的这个警察 一声枪响以后 他马上就把人 其实还不能说是尸体 当时就是说到底死没死 都没有经过法医当时鉴定 就直接拖到这个救护车里边 就现场就进行去开膛破度 把所有的能用的器官当时就摘走 你看这还是就是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事情 因为我当时9亿年在无锡工作 我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这个里边故事 其实还挺曲折的 今天我就在这不耽误 不耽误这个时间了 另外一个很小刚才说 那个计划生育的事情 我在甘肃的时候 我就认识一个人 就在我们一个院子里住 他老婆当时被 妹妹一个学校 还是在学校里 就是强制性的要进行人流 什么时候人流呢 就是预产期前三天 就是把这个孩子 等于活活地杀掉了 这是我 就是连这个当事人本人 我都见过 我都认识 这是活生生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另外还有一个说 当时计划生育最高峰的时候 在我老家 我老家在江苏淮安那边 我们那边 就是淮安的南半部 因为我们当地叫渠南 看到这个苏北灌溉总渠 那个划分 总渠南边叫渠南 渠南那边 基本上属于李夏河地区 就是合乎密布 各种鲁尾档特别多 很多的鲁尾档连连几百里 很多的那些为了躲避计划生育 想把孩子生下来的人 就弄一个小船 船上带点这个米面粮油 完了就带着老婆 就划船进到这个鲁尾档里边 那个鲁尾档那是进去以后 那是谁找不见的 就是这是好在当地这个优越的 这种自然条件 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他们因为带着米面粮油 那个一般的当地的人 都会打鱼啊 抓虾抓螃蟹什么的 这种蛋白质摄入 很能够就是说可以解决 等把孩子生完了以后 再上岸 但是里边可能99.9%的可能性 当他们上岸以后 发现房子也被扒了 是牛也被牵了 猪也被扒了 反正就是家徒四壁 空空如也了 这个事情是我 那是听说跟建大 我都不止一起 那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非常普遍的事情 我再来一下说个事情 就是有关于中医的事情 因为最近我看这个节目里边 因为这回这个事情 防止这个武汉疫情 又把这个中医 推到了这个风口浪尖上 我首先说明一下 我本人不信仰中医 也不相信中医 但是我今天特别想给这个 信仰中医的人出个主意 因为你现在在这个微信圈里边 以前说过有几个话题 朋友之间不能谈的 中医就是一个 就是一谈中医就撕裂 这个反对中医的人 言之卓卓 这个信仰中医的人 是慷慨激昂 但是在所有的辩论当中 这个中医的支持者 跟拥护者 犯了一个重大的逻辑毛病 他们落入到了 反中医人的科学圈套里面 你说说 我觉得很有趣 你说说 你看这个反对中医的人 就是说这个中医的整个的 无论是他的这个 药理学分析 毒理学分析 病理分析 生理分析 所有的东西 都不符合 现代医学的科学规范 而中医的拥护者又说 怎么怎么样 合乎科学 所以说我今天想给 这个拥护中医的人呢 推荐一个辩论的方法 或者给他们 支个招 真正信仰中医 跟拥护中医的人 应该是勇敢地站出来 我中医就不是科学 好办法 先把自己从科学里边摘出来 再说 对啊 因为你知道 科学也只是人类 寻求知识 寻求真理的 一种精神和手段 我们不能把科学 拿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我并不是说反对科学啊 但是我反对科学教 所以说 我说中医呢 在这个时候就应该跳出 这个科学的这个 把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因为这个东西 中医的本来就是经验型的 那就是说 有一个话 中医不爱听的叫 这个是乌医意识 这个中医就 没有脱离过这种 乌医乌术的这种底子 当然中医的来源 还是很单说的 是不是中国本土的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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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个历史学家 陈英雀老早就考证过 中国著名的这个中医的 所谓的神医华陀 这个名字就来自来自印度 因为中国的根 中医的根子 可以追溯到古印度的 废陀医学 那是世界上几大 这个传统医学的这个 算是源流跟鼻祖之一 那听说我就是说 那些拥护中医的人呢 一定要从科学里面跳出来 这样的话呢 信你的也就信了 不信的人呢 各自不信 这样就不用去争吵了 吵架你吵来吵去 有什么用啊 你说你科学 都拿不出科学证据 对不对 你说我我我我 我经过了什么什么样的 测试 里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中医跟中餐一样 那个调料从来都是 适量少许 你做饭可以啊 根据个人口味 酌情添加 你怎么用药也能这样吗 这一桩根据个人口味 酌情使用 五大狼吃少点 西门镜身体好吃多点 对吧 对 毛医生你对于我们 李俊先生的这个讲话 和他的理解 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 中医的事情 现在在中国 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没有 共同意见 所以像温家宝这样的人 都不敢下决心 同意的人反对很多 这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中方民族没救 就到今天2020年 还有那么一大批人 还在搞那些东西 真的没救 全世界有多少国家 只有中国一个国家 还在那说 传统医学有用 只有中国一个国家 其他所有的国家都错了 一百多个国家 一百八十国家吧 一百八十国家都错了 就中国一国家对 因为我们掌握了宇宙真理 所以就是我的意见 我总是跟大家讲 中国没救了 我总是这样说 我到这里呢 我是要给观众朋友们 做一个交代 那么其实我们一直呢 没有把王晨医生的背景呢 给观众朋友们做个交代 那么我呢是在前两天的时候 跟王晨医生 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呢 我就非常敬重王晨医生 因为王晨医生呢 可以说在中国的外科心脏方面呢 可以说是所有的华人当中的交交者 或者是唯一的独宗 真正的一宗 那么王晨医生呢 是同济大学很早以前的博士 也是美国这个国家 有史以来邀请过的 唯一的一位中国的格雷汉姆的 一位外科医生 外科手术的一位医生 而且给予了他呢 除了亚洲好像一共就两个人得到了这样的奖学金 而王晨医生呢 就是一个中国的唯有他 曾经获得过这样的一个奖学金 当然之后呢 还有一位叫王晨医生呢 也曾经获得过 但是呢 这都是他们都是晚辈了 那么王晨医生的 在医学方面的地位 或者我可以讲呢 就是说真正可以用一宗来形容呢 毫不为过 所以呢 我希望在这里呢 告诉观众朋友一个背景 我们之所以一开始没有介绍的核心原因是呢 我觉得其实真理它就是真理 其实并不掌握在什么样的权威 因为今天我们在讨论很多权威 而我把王晨医生如果推得特别高的话呢 其实反倒没有任何的意义 其实高人呢 在真实的阐述过人当中呢 这观众朋友们就可以看到 王晨医生的学养 以及对科学的尊重的态度 以及对于隆理和人性的尊重 这才是知识 这才是真正的医生 也被我称之为的科学家 都应该拥有这样的一个基本 就是要把这个移动的 移动的移动的移动 人的移动的移动